自从你把账号给了宁心 我的树洞里就再也没收到过留言 所以 我帮你把账号恢复了 这么多年了 里面有你太多的秘密和回忆 我觉得应该还给你 怎么了 你不想要吗 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 这本来就是你的 谢谢你 陪我说了这么多年的废话 还是应该我谢谢你 没有你我是卖不过这道坎儿的 去吃点什么 都行 那好 砂锅还是烤串 刚上任董事长就请我吃这么多的东西 好啊 你想吃高大上的 那我就请你吃生蚝吧 二十八块钱一只的 够高当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一次赢了也算你功不可务 要不要奖励你一次欧洲游 请问是宁夏小姐吗 呃我是 呃您之前提交去非洲做志愿者的申请经过我们审核已经通过了 今天呢正式通知你 请你明天带身份证护照等相关证件过来办理手续 是 太好了 谢谢 其实我有新的计划了 好啊 稍来听听 好啊 稍来听听 我要去非洲做志愿者 什么 因为前段时间我特别落魄 没有工作 没有钱 正好遇到了招募志愿者 我也想逃避一切 所以就去报名了 而且做志愿者是我一起来的梦想 我不同意你去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其实在麦威这段时间 没有觉得自己多好 也没有多差 但是我慢慢发现 越来越多人需要帮助 所以 我想去帮助他们 反正我不同意 丹桥 丹桥 你听我说 宁夏 我累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你要吃饭的话自己去吧 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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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解释啊 丹桥 丹桥 闻字丹桥 可 cubum 丹桥 看你说的我会让人吗 今天这种大喜的日子 你应该跟赵丹桥开评香槟 庆祝一下 是不是他要跟你怎么样了 没有啊 我就想跟你好好聊聊天 你看你说的 算你有点兴趣 浩子 我要去非洲做志愿者了 你说什么 去非洲 你没事吧你 你好多端端去什么非洲啊 每天大天下晒着 有什么好的呀 我退一万个奖 至少没有肉骨头砂锅吃饭 我怎么能一辈子当吃货吧 还是要为社会做点贡献呢 来得太突然了 我得还我 赵丹桥到底把你怎么了 没有 其实我早就申请了 只不过刚刚接到通知 那这样 我跟你一起去 至少我能照顾你 真的不用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做志愿者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真的不梦想 照道理说 应该可以隐瞒偶像剧的最高潮 是吧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大团圆结局 给抛弃了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一些时间和空间 好好思考一下 这也是我跟南乔之间的一次考验 这也是我跟南乔之间的一次考验 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支持你 那咱们说好了 那咱们说好了 去了那儿 有任何事儿 第一时间你给我打电话 我马上到了 行 谢谢你 这个浩子 我已经找到属于我的幸福了 你要赶快找到属于你的幸福 别为了我这棵树啊 放弃了整个森林 你别劝我 我知道我劝不动你 咱们都别说了 都在酒里了 祝我们都能够幸福 走 放弃 放弃 怎么第一个字就放弃啊 太不激励了 能力 能力 明夏 那份合约你修改完了吗 我 某某不正常的 你说谁不正常啊 德普克斯文 法语都不会说 你有什么自信去非洲 那可是法语国家 还是放弃吧 你就别打击我了 我学男子不想跟那边人 好好沟通交流一下吗 再说了 我要是不好好学习 还不得被你这饿老板 打击一辈子 机灵 天花 锁 地板 水 放弃 老板 你要干什么 我接水 我看你好像很悠闲 我花钱顾你 你不是让你在这里背担词的 我工作做完了 南亚地区的酒店新的合作计划 你全部改完了吗 放在你桌上了 那么和每一个酒店不同的战略合作计划呢 嗯 已经看完了 就等法务部盖章了 那还有老客户的回访呢 已经分好年龄了 好 拿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要亲自过目一遍 我 我 你先放着 我一会儿看 哦 好 那我就先走了啊 等等 回来 还有一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了 一直想找一个靠谱的负责的人来做 麦威成立已经一年多了 我想将所有接待过的客户资料 重新再整理一遍 做一个总的数据表格 但是这些不都是客服部做的吗 不 我不是要以前那种分析 我想要一个更加丰富 更全面的分析 细化到客户对于餐点的喜恶 洗发水牌子的挑选 我想知道谁喜欢什么 谁不喜欢什么 你之前跟过很多单 对于客户的特点和要求 你最熟悉不过了 所以交给你我比较放心 而且我以后会把工作重心 转向蓝桥国际 所以麦威这边 你必须要承担更多责任 孟总 真的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但是这也太无理取闹了吧 这是一个老板对员工的合理不止 好吗 这怎么能算无理取闹呢 但是你让我做了那么多事情 这 这还不是无理取闹 我相信你的能力 对了 明天早上我要见一个新的投资商 我想这份数据一定很有说服力 明天早上 好了 这就是你的工作 我相信你 一定可以的 好吗 我还有事情要忙 你先出去吧 好吗 好吗 少爷 你好像已经很久没点这么烈的酒了 怎么了 上次公司的大老板还需要借酒消愁啊 看你这副表情 不用说我也猜得到 肯定是为了宁向 我真的搞不明白为啥 我们打通了一关又一关 灭掉了最后的账战 他就说拜拜了 说实话我也挺想知道知道的 这个女孩和其他女孩有什么不一样 又不是一辈子失联 看把你愁的 再说了 你们不是一直在网上 用树洞先生和洪小舟的身份 在聊天吗 从心理学上看啊 现在很多人 都想用什么一些理论知识 去分析爱情 去剖析爱情 去说什么人合适 跟什么人在一起 就比如说 一开始 有些人我们看着觉得是特别的合适 特别的登对 可是他们不一定能走到最后 反之来说呢 两个人一开始在一块并不一定合适 但是呢 他们却一直走下去啊 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看看你的这副表情啊 从心理学上去分析 停停停 杨大夫 我刻意约在酒吧 为什么 就是怕你像病人一样的对待我 不是我说你啊 你这个人真的很没有幽默感 我要是个女孩 我都不会喜欢你 既然你这么有经验 那你教教我吧 快 没问题啊 当然可以 不过啊 你得付费 而且价格翻倍 谁让你现在是上市公司的大伙子 没想到你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 我又要走了 一会儿你买单 难道外人说的都是对的吗 越有钱的老板越抠门 丹乔 你不是这样的人吧 再见了 杨大夫 不是 喂 赵丹乔 行啊 你说什么 要去费政 小剑 这么大的事 怎么没听你说情了呀 我也没有想到 手续这么快办下来了 所以就没来得及告诉你 小霞 你怎么改不了你身上的坏毛病 我们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可是 我们把你当女儿一样在抚养了 你在做最重要决定的时候 就不跟我们商量 突然告诉我们一个结果 叫我们怎么受得了啊 好了 成这干什么呀 小霞 你去非洲那个事 赵丹乔知道吗 他知道的 你放心好了 我去非洲也不会太久 会常打电话回来的 谢儿回来了 说 没事 我一会儿跟你姐聊聊 姐 咱们好久没有一起散步了吧 这些日子 我为了争一口气 做了太多错事也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这些日子 你应该向自己道歉 这么多年 一直生活在单金兽派里 你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现在虽然要走了 也不知道怎么走 是你觉得困扰了 你突然发现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证明给他看 这七年的感情 我并没有放下 七年的感情 怎么能说放就放呢 不过虽然 你再一次离开了我 你能说 我觉得 是你挺不安的 姐 你别这么想 说不定她的离开 是为了让更好的自己 出现在你们面前 希望如此吧 你呢 去这么远 一块会想起真全 我觉得 如果我们感情够坚固的话 时间和距离 都不算什么 有道理 与莎 你记不记得 在那个转弯处有一个公园 小时候我们俩常常在那玩 记得 那个时候 你跟我抢秋千 还把我头发拽掉一座呢 一封头发算什么 你记不记得致远 她的门牙都掉了 姐 别看你平时这么优雅得体的 其实你小时候就是女汉子 致远的牙又不是我弄的 是她自己摔倒了 把她磕掉了 谁说的 就是你 就是我 我打你了 你看 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 一定要懂得照顾自己 还有 不可以再像以前这样 什么都委屈你自己 无论任何时候 这都是你的家 只要想家了 就马上回来 就马上回来 走 姐 我知道了 来 来 那 姐 姐 我走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到了 放过她 做到了 放过你自己 看来啊 以后我只能以你朋友的身份 出现在你生活中了 不能再当你的医生了 至于你的任务 就交给宁夏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丁总监 丁总 围级酒店代表 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 我们现在过去吧 丁总监 这是围级酒店的代表 隋然先生 丁总监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董事长 古城客栈度假区的改造工程 已经按照宁夏当时的改造方案 建设完工了 希望您能有时间前去剪彩 知道了 董事长 还有什么事吗 就是那个 里约酒店的宁新总监 你们俩以前不是那个过吗 那为啥不私下沟通沟通 露西 你的坏毛病还能不能改 你还想不想干了 来 等等 不 我不想要这个 露西我已经受过你 每天给我的西点了 硬得像石头一样 你没有做西点的天赋 我求求你别再糟蹋粮食了 好吗 出去 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你说呢 九点总部把我调回来了 准备长住 不走了 电梯来了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雖然 其实我一直都爱着你 把戒指还给我吧 我在老地方等你 如果你不来 我会一直等下去 你看看 你还能干点什么 这浩子哥 我真的已经很用心了 只是这数字他跟我不友好 他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他呀 昨天又少说了五百 就你这样 我酒吧还做不做呢 迟早有天会倒闭的 你说你也是个大学生 这点算术题都做不好 我念的是文科 当年高考 我数学只得了五十分 不然我早上清华跟北大了 你清华北大 我还剑桥哈佛呢 浩子 你怎么回来了 对啊 太好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的 快坐 饿了吧 我给你做碗吃的 不要 不要 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 忘了谁都不能忘你啊 你就是在向我表白吗 你看你啊 又怎么不好够了 你是宁小姐吧 你认识我呀 我之前在酒吧见过你 还有浩子哥 他经常跟我提亲你的 他经常跟我提亲你的 没那么多话 回去 有新情况哦 出来听听 别说我来 说说你吧 这次回来 先见的我 还是先见的赵丹桥啊 当然先见我老朋友了 当然先见我老朋友了 我够义气 够义气 走不走 不走了 我舍不得你 舍不得我的家人 最重要的 舍不得丹桥 来吧 你 舍儿 我没有过青春的美好 也尽力不误解和背叛 今天我把一个崭新的虽然交给你 但是那份爱依然没有变 你愿意接受我 嫁给我吗 我今天把一个崭新的宁心交给你 你愿意接受我 你就娶我吗 我愿意 我也愿意 我也愿意接受我 好 我愿意接受我 我愿意接受了 今天按着做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书董先生 我们距离失去所有 无家可归 有多远 我们曾经假装自己过得很好 为了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必须承担多少压力 洪小豆 累了倦了 就歇歇 没有太多的压力 你不需要背负别人的重担 现在是时候让我给你依靠 为你遮风挡雨了 书董先生 如果有期限 你愿意等我多少年 无期限 无止境 初董先生 不如我们见面吧 太棒了 董事长 兰桃股票就涨了 啊 出去 下午两点 湖边走廊不见不散 太棒了 虎子 我们是要帮助 我冒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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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状了 冒状了 书冬先生 你到了吗 你到了吗 传桥 两次都是我送你 祝你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董 孟先生 我终于知道 这个世界上 其实没有风光大家 只有平时的生活 生活中有尴尬 有坎坷 有不平 有自我牺牲 深夜痛哭 可爱情 为我们披上铠甲 让我们 有勇气坚强地面对一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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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谢谢 我去拿私料 明明都是老太太了 还这么地逞强 秘密 没有别的可能啊 没有别的可能啊 这倒是爸爸的生日 怎么会这样 这二十多年 他不是一直咒骂他吗 怎么还会用他的生日 就去做命吗 呢 大学生日 怎么又是第二个啊 你第二个你还好意思拿出来 我最讨厌第二个 妈妈我从来 妈妈我现在得第一 妈妈你别生气了 是我的错 我下次一定得第一 妈妈你别生气了 多吃点啊 今天我起客 今天是不是中六个仔了 穷是这么好的 有钱 赶紧 赶紧 你看你没事老损我 不讲活了是不是 不看不看 大家你们聊着啊 我和浩子哥呢有点私密的 对对对 快去 放开 对不起啊小夏 本来今天 我都没脸来见你的 姐 你看你说的 小夏 我这个做姐姐的对不起你 我最想把自己的痛苦 借到你的身上 让你无端的为了我 经受了很多的委屈 我觉得我连原谅这种话 都说不出口 姐 别这样了 咱们都有姐妹嘛 你家人不说两下话 而且每家姐妹不都吵吵闹闹的吗 事情都过去了 咱们不提了啊 对了姐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叔叔跟婶都特别担心你 等我落实了工作以后吧 落实了工作以后 我就回家去 想他们跟我啰嗦 现在我们俩都是下岗女工 头鸣相连 来 谢谢 过去吧 陈总 选手 吴总 来 孙女工 坐 不用了 这是刘兰芝的律师寄给我的律师函 他们告我窃取商业机密 看来刘兰芝要在投票前进行反击 有胜算的可能吗 我们完全没有胜算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打算怎么办 这不是应该我考虑的问题 这是你和宁兴应该考虑的问题 不是 冯总 整件事跟宁兴没有关系 是我在她电脑里窃取的 我不想听到什么这些 你窃取的还是宁兴给你的 这些和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关系 不过呢 你也不用太担心 最主要的 要看刘兰芝的谈刺 通知半个小时以后 所有的部门经理 暂停是谈刺 真正太沉了 吃饱了 姐 你说你点的都不是我爱吃的 你看像那个北海道鱿鱼丝 还有那个马粪海胆都没点 马粪海胆 马粪海胆吃马粪还差不多 那味可好了 要求那么高 对了 姐 你是不是见过张先生 就是丹桥的父亲 对啊 怎么样 有他联系方式吗 有 我一会微信传给你 对了 小夏 丹桥现在怎么样啊 还行吧 我觉得我可以和他一起度过难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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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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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妈 我来吧 妈 我来吧 对不起 我给你做的决定都不好 这次也一样 如果你不喜欢 你可以不做 不 我也想赢 是我自己想赢 我一定要成为你的骄傲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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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志愿 赵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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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上有2%股份的沈浩峰 去年11月份 把公司的财务报表 卖给了青云国际 股东徐东华 今年把标书泄露给了对手 还有李云 私自挪用公款 这些资料都是吗 这些都是董事长一直在搜集的资料 他总是把一切都想好了 赵总 到了该用这些资料的时候了 不行 我们可以弄到的资料 我们可以弄到的资料 冯静尧一样可以弄到 如果冯静尧就是用这些东西去威胁股东 我们也这么做了 股东们只会选择对自己威胁更大的一方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但是赵总 说句您不爱听的话 如果您在这次董事会中失败了 那蓝桥国际将面临 我知道我妈的办事方式 但我的原则是 手段极端一点没什么 不过不能低劣肮脏 赵总 商场如战场 只上谈兵 现在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可是用威胁的办法 既不能消灭敌人 也没办法保护大家的共同利益 那您还有别的办法吗 没有 那我们只能争取国外股东了 是的 았는데 谢谢大家 护士小姐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给里面的病人 这是虫草补身体用的 好 可以 谢谢 不用客气 我们聊聊 好 给我一杯拿铁 给这位先生配咖啡 丹桥 七年的感情最终还是败给了现实 新郎在婚礼上不但毁婚 还娶了我的有钱同学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荒唐的事之后 我是真的很想嫁到一个 不需要再为物质烦恼的家庭 这样的话 我的父母就不会再为了金钱而争吵 而那些曾经轻视我 嘲笑我的人 也可以彻底闭嘴 对不起 你干吗说对不起啊 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 我真的很羡慕小夏 她的世界里总是这么简单 非黑即白 在她的眼里 爱总是无条件的 她一直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 我从小跟她一起长大 我了解她的善良和宽容 她从小父母不在身边 再加上有我这么一个强势的姐姐 其实她过得挺委屈的 所以丹桥 你一定要答应我 好好照顾她 我以前太自私了 做了很多 无法挽回的事情 我现在真的希望身边的人 都可以幸福 宁夕 一切都过去了 大家以后还是朋友 朋友 你这么优秀的男人 一定要做我的亲戚 做我妹夫 帮我还给你母亲 帮我还给你母亲 丹桥 你可一定要对我妹妹好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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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下来吧 我在你家楼下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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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 累了 有一点 吃饭了吗 这怎么行啊 再累得吃 你请客吗 没问题 想吃什么 排骨面 好 小夏 还说她不是女男朋友 看着小手签呢 还不承认 她还没过生期呢 今天大家男的这么开心 我为两位煮两碗丝方面 好 赶着啊 谢谢 干什么 挡什么挡 你写的我都看过了 都看过了嘛 就没什么意义了 你赶紧回去 去吧去吧 我爱你 但今生不能在一起 明夏 我们两个的缘分可真奇妙 从网络到现实无处不在 谢谢你 明夏 你就是我的天使 我没有这么伟大了 只要你不作弄我 就好了 写得不错啊 写得不错啊 面来喽 老板 早 早 早 好 不错啊 我要和你怎么做 那么好 我很频道 好 老板 我说你不行 我不客气 不客气 等一样 我的天使 你不客气 15年进入麦威 担任旅行策划经理 曾经策划过蜜月旅行 旅行结婚 旅行离婚 纪念旅行 还有团队旅行了多个项目 16年呢 我进入看世界旅行社 担任高级旅行策划专员 我工作认真领理 希望您能够重新录用 你的试用期是无期 我的咖啡呢 臭白屁 你说什么 大声一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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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让我发现 你骂老板的话 试用期延长 这都已经无期了 还要怎么演啊 懒得理你